冬天你可以盖很厚的棉被啊 穿很厚的衣服 但是热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又不能开冷气 那就是会很烦躁 该听新闻咯 欢迎收听何子瑜阿布布的青少年新闻周报 大家好我是何子 我是阿布 布列颠的布 我是阿布布丁的布 又到了我们每个星期一次的这个青少年新闻周报的节目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上个礼拜没有上新节目啊 跟大家先说一声抱歉啦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刚好一些事情很忙啊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跳过了 那前两个星期也刚好是我们 大家其实本来是美国啦 现在其实各国大家都已经认定那天是那个感恩节了 那你们知道感恩节的由来是什么吗 我知道就是 以前啊 不是有美国人是从英国那边 就是开了一个五月花号 然后呢到美洲嘛 然后呢他就上去之后呢 因为他才刚到那里 所以因为本来是印第安人 所以呢 印第安人就教美国人怎么种玉米啊 然后后来呢 美国人就就活了嘛 然后他们就感谢印第安人 但是就请他们吃火鸡嘛 你们知道吗 在网路上可以查到资料 他说那个感恩节 就是开始确定那一天是感恩节 你们知道感恩节是 11月的第四周的礼拜四 不知道 对那个是从1863年 那个时候是林肯 林肯当总统的时候 他确定 他发表了一篇演说 然后就确定那一天是感恩节 对那那那当然在美国人中 其实有一部分的人 他会认为感恩节其实是 美其名是说这个英国来的清教徒 在感谢印第安人 但事实上其实他们对印第安人是 对不对 有屠杀的行为啊 还有一些劳力的剥削啊 对那最后又搞得很美化这样子 在网路上还可以看到有一个故事啊 他就是说1863年之后 然后他们曾经有一次 就是感恩节已经确定下来之后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清教徒 就是英国的清教徒跟印第安人之间 其实还是有一些 就是纠纷的状况 对然后其中有一个 有一个族啊 有一个族群的酋长 其实他帮清教徒很多东西 他教他们怎么样种东西啊 对所以那个清教徒就对那酋长很好 对啊但是 其实还有一大群印第安人 其实是很反对这种被剥削的行为 所以那个酋长的儿子 刚好是那个反对势力的一个头头 所以他们就在有一次的契机下 他们就出来反抗 那结果他那个酋长的儿子就被抓到嘛 然后就就被打死了 对那那个故事是说 那个酋长的儿子 他没有因为那个酋长曾经对英国人很好 所以就就就放过他 结果他把他儿子呢 肢解 对然后把他的头颅呢 就挂在那个港口市中 对然后刚好挂的那一天呢 就是感恩节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故事是 1963年 也就是1863年过了100年 那个时候是甘乃迪总统 甘乃迪当总统的时候 然后他好像是感恩节那一天 因为美国总统有一个惯例 就是感恩节那一天他会放生 会放生火鸡 对对对 就是要表示说他要对那个 对生命的感谢这样 对 他当天也这样子做放生了 结果过了三天后 甘乃迪就被枪杀了 然后这也是甘乃迪的故事 感恩节的一个故事啦 甘乃迪的故事啦 他的确是甘乃迪的故事啦 嗯好啦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新闻好了 那刚开始会先试一个 跟我们冬天车速相关的新闻 OK 露营烧炭取暖 一氧化炭中毒丧命 入夜气温溜滑梯 新竹县尖石乡一处露营地 近期发生民众在帐篷内烧炭取暖 导致一氧化炭中毒意外 造成一死二送一 不料26日下午 露营区负责人和其他陆友 发现罗姓妇人帐篷内没动静 才发现一家三口一氧化炭中毒 罗姓妇人不幸丧命 双胞胎女儿送医就职后 已恢复意识 目前仍住院观察 详细意外发生原因 由检警介入调查厘清 露营业者表示 焚火台上面的火 火焰没有了 就剩下面的焖烧 他拿到帐篷里面 烤炭的温度取暖 以为没有火 但是炭 他本身高温会燃烧氧气 拿进去帐篷里面 如果没有保持通风良好的话 大概5-6个小时 很容易就中毒了 卫生福利部 国民健康署表示 由于一氧化炭 是一种无色 无味 无臭 无刺激性的气体 如果密闭环境中 室内空气不流通 人体在没感觉下 大量吸入 经常导致昏迷 若未能及时救治 往往会造成死亡 即使救活者 也有一成中毒者 会留下后遗症 如果发生中毒时 则应立即将病人 移至空气新鲜处 并迅速送医急救 天冷露营 安全不可少 建议可以添购 一氧化碳侦测器 确保安全 千万不要在帐篷内使用生火 烧炭方式取暖 以免发生憾事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礼拜的这个新闻的部分 那当然这一件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 不过对于我们所有喜爱热爱车博的朋友来说 不论是夏天或者是冬天 其实天候温度 对于我们在做车博活动的时候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不对 那你们就你们的感觉 你们会觉得是应付夏天湿热的天气简单 还是应付冬天寒冷的天气简单 我觉得冬天比较简单 因为冬天你可以盖很厚的棉被 穿很厚的衣服 但是热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如果又不能开冷气 那就是会很烦躁 是没有错 因为其实有很多一部分人的那个车博 它是利用就是它可能货车去改装的 那它在那个 它可能就没有配备冷气 或者是它电力上面可能会有些不足 即便它有装冷气了 它也是没有足够电可以撑完整个晚上 对只是说因为夏天的时候 大家会选择的方式 可以解决方式就是往山上跑 所以有一部分的车博者 车博爱好者 他会可能会选择 譬如说像过去会去清静啦 或者去和欢山啊 去比较高海拔的地区 因为它温度气温就会比较低 然后它就可以解决 夏天不能够车速的问题 但是冬天呢 就变成没有地方可以跑嘛 对那它势必就要解决 那个天气很冷的问题 就是你又不可能带了一大堆的棉被 在车上占空间 对啊 那所以就造成了 像我们新闻讲的这个状况 我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其实是觉得说 有点夸张啦 因为就是基本上我们会觉得 密闭的空间内 然后你烧炭 就是无异于自杀了嘛 因为有很多自杀者 对啊 他就是把窗户都用胶带给封起来 然后就在里面烧炭 对啊 因为他几乎是无痛的死亡啊 因为就是你吸氧化碳 吸过量 他就会死亡了嘛 在过去有一段时间 有很多人就是选择这样的方式自杀 那他因为要取暖 结果做了这样的方式 他可能 也许他刚开始可能有留个洞之类的 但是他睡一睡可能就没有了 对啊 那结果因为他们没有出来 也没有人很快的就发现异状 一直到隔天中午才发现 对那几乎 睡了一个晚上 对啊 所以就就非常的这个可惜啊 对啊 所以我们之所以选入这个新闻 当然也是希望 因为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嘛 所以就是希望说 在天气越来越冷的状况 大家出去 无论是露营或者是测速 对都还是要特别注意自己 也包括你平常在用火 或者是你是用那个电器设备啊 暖炉也都要注意 那如果你是开露营车的话 最好都还是要配备那个 有没有 我们最后讲那个 一氧化碳侦测器 我应该那个一氧化碳侦测器 会一直乱叫 对对对 就是可能要买烧 要好一点 一氧化碳侦测器 对不然他好像一侦测到 什么样的气体升温浓度稍微高 高点就开始干干叫 对 那就等于是没有防护的感觉了 好吧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中文新闻部分 那接下来再来看一则这个英文新闻的部分 Song by posting a video about how to cook egg fried rice Wanggang, who has more than 3.3 million followers on Weibo and more than 2 million on YouTube Faced a torrent of criticism by viewers Who accused him of deliberately publishing his cooking tutorial Around the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Mao Yen As an act of mockery 好啦 那我们的这个英文新闻的部分呢 跟我们对岸是很有关系的 对 那他第一段讲的就是说 有一个中国的名厨 这个中国名厨他叫做王刚 他在微博上拥有超过330万的粉丝 在YouTube上面也拥有超过200万的粉丝 对 那他因为发布了有关如何煮蛋炒饭的影片 然后被指控他侮辱了毛泽东儿子的记忆 那他同时他也播了影片去道歉 因为这件事情他遭到了观众的猛烈批评 指责他故意在毛岸英逝世周年纪念日 发布烹饪教程以示嘲讽 这边讲的毛岸英逝世周年纪念日 就是11月25号 然后中国大概他们会 他们好像是定这天就是中国的感恩节 对 好 那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再接下去看一下 毛岸英一 Aer expose his position to enemy forces. 胡祺金, a public commentator and nationalistic media personality,said, In the future, around the anniversary of the death of martyr Mao An-Ying,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 should avoid touching the topic of egg fried rice 听完了第二段呢 大家就可以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因为他说在韩战期间 中国军官毛岸英 也就是毛泽东的儿子 被美军轰炸机炸死 这个在中国的内部 他会认为说他是一个劣势 对不对 即便不是他也会塑造成是啦 一个持续存在但经常被否认的谣言 就是在中国流传着说 其实他当下他没有躲藏 就是大家都躲在掩体的下面 只有他因为他是毛泽东的儿子 所以想吃点这个家乡味 所以就试图的煮蛋炒饭 那结果因为蛋炒饭呢 这个产生了这个烟雾啊 还有跟火光啊之类的 把他的位置啊 反而曝露给敌军 结果最后就被美军给炸死了 那这个有一个公众评论员 民族主义媒体人士胡锡进 他就说那从今而后啊 毛岸英烈士的忌日前后啊 舆论应该要避免触及蛋炒饭的话题 就是你平常你如果要po蛋炒饭的影片 没关系 但是你不要故意在11月25号的附近po 这个王刚啊 其实他因为蛋炒饭事件啊 就网路上的资料可以看到他 其实他因为蛋炒饭事件啊 已经搞到第三次出来道歉了 然后听说他前一次 听说他前一次出来道歉是在 我不知道是去年啊 还是什么时候的10月24号 他可能觉得10月24号 po个蛋炒饭的影片应该没有关系啊 因为他是很厉害的美食的博主 就是他很会煮菜 所以有很多在国外的 可能大陆的年轻人 可能都会看他的影片 然后就会自己煮饭这样 对 然后他在10月24号 他又po了个蛋炒饭了 然后呢 好像被当时中国的那个官媒 就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就被抓出来 给踏伐了一番 因为10月24号是毛岸英的那个生日 嗯 他就好像是他的生日 对 所以这个生日的时候不能蛋炒饭 然后忌日的时候也不能蛋炒饭 然后那当然他每一次被指证出来之后 当然大家都会认为他应该是故意的啦 只是他都会出来道歉 对啊 只是因为他蛋炒饭真的炒得很漂亮啊 对啊 粒粒分明的 对 对 好啦 那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啊 也是在我们的对岸啊 就是我们在说要这个两岸要统一的时候啊 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这个 有没有确定要跟这样的人一起合作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啦 好 那最后当然还是希望大家 如果你们对于今天的这个新闻内容啊 或者是我们讨论的话题啊 如果你有些什么样的意见的话啊 请在留言的部分啊 也是在告诉我们 那当然要记得啊 要订阅我们的节目啊 我们的Podcast节目 以及我是盒子的YouTube频道 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啦 拜拜 还要记得要请盒子喝杯拿铁 OK 好 那我们节目到此结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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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